第一步就是什么,先把那个资料先放在资料库里面 第二步的话呢,再去把什么,我们要的资料捞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捞两个栏位,当然你后面如果要变成什么,变成人民币的话 那日期不要动,就是这个改一下,有没有 它就变成人民币了,所以这边可以改一下 这个也许就是叫人民币对新台币,有没有 然后其他的话就不需要特别去变动 那跑的话呢,最后也许就是得到的是人民币 那我当然会希望最后做到结果这样 可以跑一个回圈,自动识栏的资料 自动帮我把画那个图,画十个图出来 并且帮我存档起来,那是最好的 可是再怎么做啦,后续我想各位再思考一下 有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效果 我们先做一个好了,比如说我们先做美元 对着人民币,然后查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塞到两个串列,一个是ListX,一个是ListY 最后把它跑出来 那理论上特别之后,刚刚我特别强调 安装部分,不知道各位安装有没有问题 有出现问题,可以吗 第二个的话就设定 设定记得这个齿纹部分 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把绘图这边改成自动 不然它没有办法 还有你即便设定完之后,奇怪怎么跑 还是跑不出来,图显示不出来 那可能就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Spider重新启动 OK,所以假设你设定完了,发现奇怪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把图显示出来 那重新开一下就好,大概会有这样几个状况 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做完之后呢 如果说希望把这个图也给存起来的话 那其实只要在秀底下增加一个叫Safe Fig 的一个方法,然后后面的话就给它挡名 直接跑,它就自动把它帮我存起来 所以要执行一下 那这个就跑出这个结果 那如果要存档的话 你会发现,我已经这个把它关起来好了 那我们在根木木底下,就是在我这个Python底下 有没有,2021这边打开就有个美元png 他就帮我把这个图给存档了 OK,好,大概是这样啦 另外,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可以 像底下这个日期太多 因为这边总共要塞37个日期 所以太多了,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要改的话,甚至你可以把这个 因为这里面有37个嘛 那我们前面好像在那个list里面 以那个表格里面有讲到 如果你假设要前10个就好了 前10个你可以0 冒号 到9嘛,所以10停下来 有没有,0到9就前10个嘛 那记得哦 那个listX要这样做 那listY要不要这样做 也要哦 有没有,这两个,那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哦,它就空很多了 有没有,10个 11月1号到11月的12号 不过中间好像两天是没有 没有那个,因为礼拜一天没开 OK,所以就可以跑出比较宽松的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再改,如果你要改 当然其实理论上应该改下面的格式啦 不过我是觉得反正方法很多 也许我们就是把这个范围给缩小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有哪一些地方可能再变更一下 反正这个地方变更 另外的话 执行完之后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希望 可不可以把这个图 有没有 把它改成,如果我想要换个颜色 预设是蓝色嘛 你想说老师我可以变红色的 然后线条我想要变成曲线 最好节点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个圈圈 因为一般我们在 那个折线图上面都有个节点 如果我想要增压这个的话 怎么做 跟各位讲 如果在折线图上面 要再加上刚刚讲的很简单 你只要在后面加一个参数 如果红色的话就R 如果虚线的话就两杠 简简 如果节点的话就打一个O 有没有 这个还蛮有趣的 其实没有加太多东西 但是效果还蛮明显 R的话就是红色 简简就是虚线 0的话就是它的节点的形状 这不是0 是O OK 打一个O 那你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变这样了 有没有 还蛮有趣的 R的话就是红色 然后简简就虚线 然后圈的话表示它的节点 至于呢 还有没有更多 其实如果要更多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第四个单元 我记得好像这上面有个表 颜色这边有 有没有 R的话就红色 那你要改别的 这边也有 然后lifestyle 就是我刚刚一条线就实线 两杠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虚线 还有一杠加点 还有冒号 其实这边都有不同样式 然后另外的话呢 Marker 我刚刚是用什么 用那个圈 所以如果你要用其他的Marker 你可以去变更 有没有 这三个就组合起来 就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 那折线图就已经很低 就会变得越来越 也不用很花俏 但是你想要做出来的效果 就可以变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参考 另外当然更详细的 它这个官网上面一大堆 只是说里面的资讯 才多到一个爆炸 光看那些东西 你可能会看得头痛 所以先掌握比较精简的 所以我刚刚其实主要 把它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OK 然后其实只是增加了这个 叫R-O OK 放在这边 存档 所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就 先讲到这里 所以今天的话 其实已经又大大延伸了 把前面所讲的 包含就是说呢 下展 资料库 再加上绘图 哇 这三个很难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 应该会已经是 这个还蛮复杂的 那至于细节部分 假如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也许回去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 或者是说呢 再看一下影片吧 OK 今天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次没下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 好 看看 感谢观看